大家好,我是陈天,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如何在Rust下面跟其他语言进行互操作 那我们上一讲介绍了Rust如何跟JavaScript、Node.js进行互操作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跟Python进行互操作 那在介绍这一讲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Python下面的一些工具链 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使用PipInstall Penenv来创建Python下面的这种虚拟工作环境 对吧,Virtual Environment 在最近的大概半年时间有一个新的项目叫Ry 然后它迅速成为Python下面的一个工具链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 那它的好处是它帮你完成Virtual Environment创建 来管理这个Python的Project 然后并且这个工具本身是用Rust来撰写的 它的性能呀效率呀各方面也吊达目前的Python的工具链 比如Poem呀这个Conda呀等等等等 那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是使用了Ry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并且就是让Rust项目跟这个Python的项目可以互操作 那大家如果熟悉其他的Python的这个工具链 那你也可以选用你自己的这个工具链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使用Maturing这样一个编译器 来把一个Rust项目编译成一个Python下面的 就编译成一个Share Library 然后最终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Python下面的这个View 对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Python的这个编译工具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Ry这个项目 那之前的课程里面我应该也简要介绍过Ry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Ry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可以走到这个 它应该是Ry 它有个Ryup.com 然后会自动导到这个Ryestro.sh 然后你可以使用这条命令来去安装Ry 对这是安装Ry 然后另外就是你还需要安装Maturing 你可以使用PipInstallMaturing 或者使用PipExInstallMaturing 那我这里已经装好了Ry 然后也装好了Matur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那我们先来构建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Rust下面的Python Binding 然后再跟大家来反过头来介绍 就是这里面的一些步骤生成的代码的详细的内容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这个Ry Ry init 我们init的这个项目的名字是Python Binding 这个你用Conda去init一个项目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项目的名字 然后在Ry这边Ry init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定这个Build System Maturing然后我们可以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在我们的当前目录下创建了一个这个Python Binding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package是Python Binding 那既然这是一个Rust的项目的话 那我们自然也要加入到这个Workspace里面 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顺序 Python Binding 好 然后这样这个项目就会被加入到Cargo的编译里面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Type是一个C dynamic lib 然后它使用的Py03是0.19 但是现在最新的是0.22 我们待会会把它更改过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 我们进入到这个这个Binding里面 然后运行Ry sync 这样会为这个新的项目创建VirtualEV 并且安装一些必要的这个环境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在generate一些logfile 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 然后再根据你的这个 然后去加相应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任何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把这个 Maturing安装到当前的这个 目录下面 然后当前的这个env下面 然后我们 这句已经不用了 我已经安装好了Maturing 然后如果你们安装好Maturing的话 那只需要安装下面两个 一个是pip 另外一个是这个ipython 那我个人在命令行下面进行调试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使用ipython 它可以做很多自动补权方面的东西 你看到现在requirements会自动得到更新 然后在它运行的过程中 好运行完了 这个打印有点问题 这个console感觉有点问题 我们把console重启一下 OK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去 现在就去编译这个 MaturingDevelop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 什么时候出来了 MaturingDevelop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编译出来 好你可以看到它会生成一个view 并且它会把这个view install到 安装到就是你的env下面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运行runipython 然后我们可以import这个pythonbinding 我们这样 pythonbinding 好 然后我们看pythonbinding 点hello 可以看到 hello frompythonbinding 那这里是 就是生成的脚手架的代码呢 已经替我们 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python的函数 你看到这个使用跟 我们之前介绍的NAPI 就非常非常的类似 对吧 我需要去注册 在某个特定的函数里面去注册 我要暴露的这个object class function等等structure 这些东西 然后我只需要在我的rust的函数里面 然后对它进行相应的红的标注 就可以让系统自动帮我完成这些 就是数据转换的工作 其实我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 无非就是我传递给你的数据 要转换你认可的方式 对吧 然后你返回给我的结果 也要再转换成我认可的方式 所以这里面就是 需要做语言和语言之间的 serialize和desserialize 那对于python来讲的话 那像这个pyfunction 这个红就自动替我们做了Rust和python之间的语言的转换 甚至连这个返回值 对吧 都是用pyresult这个也是做了相应的转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整个链路就打通了 我们一个简单的python binding就完成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项目下面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文件 首先是作为一个标准的Rust项目 它有这个cargo.tomo 对吧 然后作为一个python的项目 它有这个pyproject.tomo 然后有这个python项目的代码 有Rust项目的代码 然后在根目录下还有python的这个requirement的这个lock DEV的lock和就是非DEV的这个lock 这跟Rust下面的这个cargo.tomo的意义差不多 然后在这个pybanding下面 就是python下面就是这个具体的项目的名字 对吧 或者说这个project的名字 这个project下面就目前只有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pycache是它编译出来的中间的结果 然后这个lowlevelcpython312darwin.so 这是编译出来的那个sharedlibrary 这是整个项目 就是这一圈的东西我们都不用去管它 然后这两个lock我们也基本上不用管它 那我们需要去管的就是 首先这个项目本身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在import的时候 import的时候名字叫pythonbinding 这个名字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想把它改成 比如说我们叫它algorithm 对吧 然后如果这么改的话 那我们相应的在python这边 当然我们也需要把它改成algorithm 然后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在maturingdevelop然后ry runipath 然后import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import到algorithm no modul named algorithm 看一下 project名称需要init中的import名称要一致 我这里还少改了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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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目录我也需要把它改成algorithm developdevelop然后write好 我们可以runargo的hello 那结果和刚才一样 但是目前我们这个名字就显得更好一点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构建的这个algorithm这一圈的东西 对吧 我想把这个ergo暴露出去 然后在python下面我需要对应一个class 对吧 然后这个class可以生成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它有harsh和getname这两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先new一个文件 叫它hasher 然后这里需要mod一下 ok 然后在cargo里面我们需要这个我们把它改成0.22 就是pyo3目前已经是0.22的版本 所以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maturing 如果你生成的那个代码 它这里面还是0.19的话 那你可以把pyo3下面的getting started 下面这个dependency引入进来 这里加一个feature是extension module 然后version是0.22 然后如果做完这个改动的话 你应该会得到一个报错 然后这是因为0.21的版本里面 然后这是因为0.21的版本里面 bund然后这个bund里面 它里面放了这个python和manually droppedt 这个py module 这个t是py module 然后这样改完的话 整个编译应该我们可以再验证一下 这个编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遇到这种版本的问题 就像这种pyo3从0.19升级到0.22 有一些代码编译不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参考对应的这个文档 然后在这个文档里面会有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write runipathon 再import一下这些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在这个hush里面 我们要去use这个argo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还没有加 argo等于workspace等于true 对吧 我要把这个argo里面的东西要引进来 好 那我现在有这个argo和argo type 然后呢 我还是需要usepyo3 prelude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就需要生命一个datastructure 然后这个datastructure呢 我们叫它pyargo 然后里面我们给它一个inner 然后是argo 好 那这个东西我要让它是pyclass 对吧 然后在这个pyclass里面 我们还可以给它rename一下 让它名字变成argo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使用pymethod 来implement这个东西 这自动生成的代码都不太对 我new的时候需要给一个name 对吧 然后返回一个self 然后letargo等于matchname 然后如果name是blake3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实现对吧 argo type是blake3 那其他情况的话 然后argo type应该是default 这个都很简单 这个都很简单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self inner是argo 然后这个new就完成了 然后new的话它得是一个pup 否则的话你找不到 然后同样的我们需要pupfn 我们有harsh这个function 一个是self 然后一个是这个v v可以是一个stir 然后得到一个string 然后现在这个selfinnerharsh 我们之前这里 这里为什么需要一个string 我们可以不需要string 就是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如果之前设计的接口并不完善的话 我们可以去修改这个接口 好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就先直接 这里用一个endb来处理 这块应该可以先不用管它 好 对这块我们先不管它 就这个应该是编译器 出的一个编译的问题 就是一般这种红如果没有展开的话 这个应该不影响整个项目的编译 然后再进来 我们刚才是在这里提供了一个harsh的方法 然后需要提供一个getname的方法 那这就可以了 我们要记得 就是在这里要add class add class使用这个py algo 好 我们maturing develop 我们新的代码就注册到python那边了 然后run ipython from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ipathen运行的时候 我要import这个argo 但是它告诉我cannot importargo 然后给出来一个错误在这里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 我们只从argo lowlevel里面import了hello 但是我们没有import更多的东西 我们应该再去import这个argo 然后同时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argo要暴露到外界 对吧 这是python的这个基础的知识 如果说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最终这个class虽然被注册到python前面 但是没有就是相当于在python 的代码里面它还是一个internal的这个数据结构 我们重新编译一下之后 这个时候应该就能 cannot fromargo lowlevel importargo 这边 pyargo 我们pyclass的名字是argo 我们pyclass的名字是argo 没有重新编译以下 没有重新编译以下 嗯 嗯 rhy 他说从这个lowlevel里面没办法import到argo 我们去一下import py-argo 看看是不是名字导致的问题 from-argo low-level import hello cannot font-argo in check 我们add class,把py-argo也加进来了 然后呢 cannot import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rename name是argo 然后我在注册的时候 我不喜欢看 这里注册的时候 i'madd class 我把py-argo也注册进去了 然后他有new 这个不应该出错呀 看看这里 from-argo low-level 其他地方 我把这个py-cache先给他删了 low-level也给他删了 hush algo 好 我们在maturing-develop 看一下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from-argo import 诶 诶,现在有了 诶,还不对 no module named argo 诶 诶 这个hello了 诶 诶 诶 我们这里刚才就是在改这个的时候 我们少改了一个东西 就是project名称 目录名称 还有init里面 import的名称 以及 要点是如果修改项目名 那么在project中的project名称 这几个名称都需要是一致的 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说我新引入的代码 而是说这里应该是Argo 大家也可以去全文搜索一下 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名字还不对 那现在应该是 我这里好像把这个给租掉了 然后我回来 maturingDevelop 好 maturingRight 好 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个Argo 好吧 我们可以fromArgo import Argo 等于Argo 然后 a.hush hello world 然后得到一个东西 今天我的这个console有点问题 我们再重启一下 再重启一下 再重启一下 错了 runipad patenbanding right 好 from a等于Argo a.hush a.get name blakesan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假设aArgo 我什么都不传的话 就是会报错 在python下面我们是支持这种 就是 就是 就是这种不定的参数 对吧 如果这个参数有缺审值的话 我可以 可以就是不提供这个 这个参数名 在runs下面我们不支持这个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 想让 这个有更好的python的体验 我们可以在这个代码里面 为这个new的方法 提供 这个 新的功能 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个function signature下面 有pyo3 然后signature等于什么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可以为它提供一个缺审的 signature等于name 我们可以给它提供一个缺审的值 这种情况下 那即便在python这一侧 我们没有提供 这个名字的话 那它会 就是提供一个空的名字 然后空的名字 我们getname 如果是它的type是blake的话 那就是blake 否则的话就是default 对吧 那我们如果提供一个空的名字的话 在这里我会new成这个default 对吧 就任何 只要不是blake的话 blake3的话就会是default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当我们打印这个a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a提供的一个名称 就完全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名称 那这点来讲 就不是特别的python style 对吧 我们需要给这个数据结构一个更有意义的 叫representation 就是python下面 如果你是使用python有一定经验的话 你应该知道 你可以使用rebr或者是stir 来在shall里面输入一个数据结构的话 它会以一种方式去打印 你就跟roth下面的implement display那个trade是一样的概念 ok 那对于这个的话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可以实现对应的magic function 这块我们也可以搜一下rebr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讲string representations 它告诉你说 就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办法打印这种 user readable的representation of itself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py method里面去定义这个东西 然后让打印出来的这个结果更好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提供representation和stir 这两个方法 那在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implement format 然后display say or pyargo 然后这个format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pupfnrepr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format它是 对吧 因为我们self已经实现了display 然后正常情况下在roth下面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打印成这样 或者甚至我们因为这个数据结构在roth下面基本上不会被使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成这个样子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是self to string 然后stir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去实现 然后stir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去实现 还是from importargo a等于argo 然后我们看一下a ok a是default 然后b等于argo blake3 然后b也是这个 这样就b 之前这种打印要束缚的多 我也不用去使用get name去看它是什么东西了 对吧 虽然说这个get name还有意义 但是至少在命令行交互的时候 我可以更轻松的看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关于pile3 就是它支持的东西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magic function 比如说和这里面有一节是这个basic object customization 对吧 你可以去处理它的这个reple和stir 你可以去处理它的harsh 对吧 这个object它自己的这个harsh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harsh magic function来实现 然后你也可以去做比较 然后这种不耳的判断等等等等 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magic function 我们可以去实现 你也可以实现就是 比如说new我们已经见到了 它是一个创建这个class的方法 你还可以实现这个call这个magic function 然后这个magic function可以让你的这个class是callable的 是吧 你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class生成的instance 然后就像这样 就它会执行这个上下文 就 对 这里有一些例子 然后最后 稍微讲一下错误处理 在python下面这个错误是通过exception来处理的 然后在rust下面 错误处理是通过result 所以一个典型的rust的代码 我们会返回一个result 在这里面包装成了一个pyresult 那pyresult 那pyresult 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 在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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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多 这个 你可以看到 呃 这个 pyresult pyresult 就是result 然后里面放了这个pyarrows 然后这个pyarrows呢 它会 就是pyarrows到python那侧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exception 所以你可以在rust这侧很方便的去 throw一个error 然后这里面这个error有好多种 对吧 你可以使 这种各种standard的python的这个error 嗯 你 你可能 唯一需要去做的就是最终把rust的error convert成这个pyarrows 对吧 这个 就比如说你写了一个this error的这个错误 或者是anyhow 最终你这个error 你要去转换成pyarrows 你要去implement一个from 对吧 然后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error 比如说以toStream的方式 或者转成一个四伏串 然后用这个 某个 嗯 pyarrows 然后来 mew出来一个erows 就可以了 对 好 那这一讲的内容我们就 大概介绍到这儿 然后我们来 再回顾一下 在rust下面如何去使用pyo3 那首先pyo3负责在python和rows之间进行数据转换 对吧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嗯 就是rows的编写的代码如何能被 呃 python的代码来调用 那我们今天呃 在呃 呃 这一讲里面把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代码 然后做了相关的处理 那 在pyo3下面呢 就 rows的代码要转换成python代码的话 我们 需要使用的工具链有这个maturing 主要就是maturing 呃 然后 但是因为我们要创建一个python的项目 来承载整个rust到python之间的这个转换 因为我们毕竟还要给它包一层 然后提供一个更友好的python的这个API给你的用户 所以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python的project 那我推荐我个人推荐使用ry来创建和管理这个project 那使用ry的话 rry跟maturing结合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需要呃 在init这个project的时候告诉它build system是maturing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 就如果要呃 rust的代码作为python代码的基石的话 那我们需要先处理好就是这个分装 就rust的这一侧的代码 呃 我们最终要暴露一些API到python侧 所以这些代码我们可以单独呃 放成一个个的create 然后最后可能如果我们总共要暴露给python代码有很多API 然后从很多rust的create里面去去摘取去使用的话 那我们应该再有一个create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再是呃 python的那个就像我们这一讲里面的这个pybinding的这个create 然后这个create就只处理python和rust之间的数据转换 还有就是这个函数调用的转换 就这里面的代码尽可能的是一句话两句话对吧 就像这样 然后呃 这里就是对已有的一个数据结构的一个简单的rrap 然后rap完了之后 呃 无论是new呀 还是调用它的方法都是只是 都只是一些简单的传递 这样是呃 就是你可以在rust的侧做很多unit test呀 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保持这层简单的话就减少它出错的呃这个概率 然后以后你假设要支持更多的语言 那你也可以为那个语言再实现相应的层啊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实践 呃 然后我们做了这个argo的实现呃 呃本来我们也把这个matrix实现也完成了 但是这个就留给大家呃作为作业 呃我这里 呃 呃matrix的代码的python 分装实现 这个其实就跟这个argo是呃类似的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呃 看一下代码 对 这个作业的代码其实已经在呃 代码库里面了 大家看9-4的那个那个tag的话 会看到代码已经在里面 呃之所以那个代码在里面是因为 这堂课的录制当时出现了一些意外 就我代码已经呃写进去了 然后也录完了 后续的课程也录了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呃这个课程本身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我就录了一下 然后录录的过程呢 我发现呃就是呃 嗯 嗯 把媒体相关的这个 这个内容给大家 来去练习的话 所以更有利于大家去了解这个 这个 啊 因为你意外认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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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项面安装 maturing呀 然后去加这个 一些dependency呀 然后 就如何去 呃 调试你的python的代码呀 那这里呃 有几个要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会犯这方面的错误 那首先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 使用Ryte 生成了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们可能就叫它 某某某语言的binding 对吧 比如python binding 但是我在import这个 模块的时候呢 我又不想import python binding这样的名字 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比如说像这个里面 我就想让它import叫argo 对吧 那我要去改好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 这个project的名字 对吧 我要改成argo 然后module的名字 切记切记 这里面 我也要改成argo.lowlevel 然后再就是这个目录的名字 我要把它改成argo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import 也是要从原来的python binding 要改成argo.lowlevel 这个lowlevel就是对应 这里的这个东西 对 好 然后如果你新撰写了function class 那要记得在这个底下去add 可以去add function add class 还有add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 对 要在这里面去引入 另外在这里面引入之后呢 我还需要在这里去import进来 否则的话 import进来 然后把这个让它是public 否则的话在python体系下面 也不可用 那最后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我们既然用python代码 给rust分装了一层 那我们在使用的体感上面 一定要保证 这个是这种符合python的人体工程学的 比如说像当我们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对象可能里面有一些参数 是可以是可选的 有缺省值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红里面 加上相应的这个缺省值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这些magic function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这个代码 更加的就是可读 然后使用的话 也更加的可调适 另外一点 就是在python下面 对吧 你可以使用这个kwwords 然后去访问 就是你可以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A等于B C等于D这样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 你统一都可以使用这个东西来拿进来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对应到rust下面的数据结构 就是一个pydict 对吧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dict里面去 去拿相应的这个数据结构 然后拿出来 然后进行对应的处理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这种pyrx 就刚才讲了这个kwax 你可以看这个参考的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这些值打印出来 看看它们都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就这种新ax对应的是 rust下面的数据结构是pytuple 然后新兴kwax对应的是pydict 对 好 好 那今天要介绍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希望这个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就这样 谢谢大家